好 可以了 好 各位弟弟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跟大家來做一些分享 我叫孫愛光 等一下我也希望大家稍微做一點自我介紹 我們可以彼此認識一下 我是民國六十五年 我還記得如果進沒錯的話 民國六十五年的十月第一次進到和平教會 第一次進到 但並不代表說一直都在這聚會 因為那個時候來了後發現到沒有我們音樂系的朋友 所以後來我來了以後 中間就稍微停了 然後一直到後來到了大一下的時候 民國六十六年大概五六月那個時候 才又開始進來和平教會了 所以後來大二就開始在和平裡面私情 其實追溯到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就在台中進行會兒童師班私情 當然兒童師班並不會有真正的 在禮拜上的很嚴肅的這樣的一個私情 不過在一個團體裡面 你要當一個私情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可以說是跟神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職位來說的話 我是很戰戰兢兢的來去看私情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和平教會裡面 也就擔任了私情很久很久 那也是師班裡面的私情 那時候我們教會有國語禮拜跟台語禮拜 所以那個時候的私情呢 佔的份量是很重的 所以那時候我還記得 在我們十大音樂系有一個 翁麗品老師 他那時候就是帶著我們和平的一些 重量級的私班 那你會覺得說那時候能夠擔任私情 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光榮的一件事情 在我大學的時代 所以畢業之後呢 我也就一直都是留在和平教會 那也看著和平教會成長跟改建 當然早期在商政中牧師的時候 非常非常重視音樂 所以那時候我私情的時候 商牧師還會指點 還會給一些建議 因為商牧師本身的音樂造詣就很高 因為他的姐姐也是我們十大音樂系異業的 所以商牧師對私情的這個部分呢 他也非常非常有一些建議 那我覺得這些建議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促使我們在教會私情的時候呢 能夠有一個準則 OK 好 那我想在進入分享之前呢 那我們是不是每一位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彼此可以認識 好 那我們就從崇崇姐這邊 好 我是林崇崇 我是民國71年 大一年的時候 很久了 那中間經歷過就是和平再改建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比較小的孩子 那時候我們借華神都是下午的時間禮拜 他就比較愛困 所以呢 我們就到我們家附近的那個喜安教會去聚會 那因為去那邊聚會 後來他們的師班指揮要去念神學院 所以他們就請我帶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不再和平 那後來因為一會師母他們過去了 所以我就把那些就交給他 所以我又回來了 那我記得我好像大一的時候 就開始在和平私情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去談完了以後 鄭成舟長老就來問我 你是誰 所以和平對於私情的這個角色是非常的重視跟那個人 他想說這個人我都沒有看過 怎麼你也來私情這樣 後來才了解他其實是我的唐姑丈 其實我們是有親戚關係的 對 那我就從那時候就開始私情 從鋼琴 然後後來教會也有Organ 就是電子的管風琴 那就開始彈那個 彈到後來我很有興趣 我又自己再去學管風琴 跟林慧愛跟陳茂生學 還申請了美國的學校醫師們 差一點就去念這樣子 那就一直都沒有離開這個私情的這個位置 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吧 謝謝陳茂 他現在是我們的聖樂部的職士 然後研究所是我學姐 大學部是我學妹 對 所以也是 而且我們兩個同一個鋼琴老師 吳以邁老師 吳以邁教授 對 那其實我的私情應該是從我的小爸爸教我鋼琴 後來我開始彈比較像樣的樣子以後 他是教會的私情 他就在序樂的時候就交給我彈 然後後面甚至他彈 後來慢慢的我就幫我們的師班伴奏 這樣子 那我們國台語師班的時候也是啊 那我們很幸運 你那時候沒有前面的學姐 到我進來的時候已經前面都有音樂系的學姐 所以一路可以帶我們的 是 我比較幸運 很棒 很棒 好 謝謝 來 新同學 我這個比較不認識 我叫 我是林隱晨 然後 慕恩的妹妹 林慕恩的妹妹 林慕恩的妹妹 對 現在讀北教大 二年級嗎 主修鋼琴 然後呢 就是春春是他的姑姑 對 所以他就把他帶來 然後開始 就是訓練他的服飾 所以我們很高興 你來我們中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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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嚴良家 然後我是 我現在也在工作 然後我 但我也是大學的時候就有開始來 但也是中間 不能繼續就這樣 然後我是 台南人 所以我之前在演水教會 然後在 以前在南部 就是平常禮拜也是會開激情這樣 對 然後我現在跟 春春老師在 學那個觀光性這樣 非常好 非常好 歡迎你 謝謝 來 大家好 我是陳美琴 民國71年第一次抗命和平 是適當性主 那時候高中 然後後來大局也是就接師班 然後也曾經談過Organ 他後來被陸師嚇到 我就不敢再談 哈哈 哈哈 超市只有很痛的 就不敢 謝謝 謝謝 那美琴呢 她也是十大音樂系畢業 然後她是鋼琴跟神樂 都非常非常的棒 對 那現在有在 在桑摩爾樂團嗎 對 還是有 對不對 非常非常認真的付出 所以在和平教會裡面 這是神的恩典 有很多人都願意付出 美琴姐嗎 大家好 我是陳美琴 我是美琴的姐姐 然後呢 我 我進和平私情 我已經不可考 告訴不清楚 但是呢 依稀記得 我應該是2005年左右 因為媽媽生病之後 我才從台服教會 轉過來這邊 那我私情的話是 我在台服 因為他們是比較屬於 就是敬拜斷屏的模式 所以我是 一直都是 台服教會的私情 但是我真的不記得 我在和平是如何開始私情 然後 各位都是科班 然後我就很讚盡 這樣 因為我是 音樂科系列的 謝謝 謝謝 美琴姐呢 她本身是醫生 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所以呢 她能不能來這樣子 助給私情 我們都是覺得非常的佩服 看得非常好 謝謝妳的心上 就是擺上這份心 來提醒 好 接下來是 是 子萱 女兒對不對 對 周子萱 周子萱 對 子萱 來 子萱 我叫周子萱 然後是 五年級的時候 開始在兒主私情 然後之後國中在上妻 就是有界私情 然後程度還沒有 到這裡還在修行 是 歡迎妳 她媽媽就是騎摩 也是在小提琴 我們聯合師班裡面的樂團首席 謝謝 好 這是牧師喔 對 我沒有穿牧師 好 不行 對 我叫牧師 不要開玩笑 就是在2019年9月開始進入道府教會 那其實我就覺得 我其實是來學習啦 因為老實說我覺得我們教會的那個禮拜 整個在氣氛上面 甚至在音樂的品質上面 真的是很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我真的覺得其實 能夠參與在我們的詩情裡面 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 所以也是謝謝老師 因為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棒 就是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就覺得 詩情就是感情嘛 可是其實它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就要去思考配合 甚至是整個音樂的模式 是要跟整個禮拜有所配合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感謝我們的聲樂部 就是特別邀請了我們的愛工長老 所以我相信今天 我們應該能夠很好很好地學習 我今天也是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賀士也是台神音樂座 男神 男神 喔男神 對不起 對 也是音樂的 OK 謝謝賀士 還有 以諾 大家好 那助學剛剛講完 我差點以為她要帶大家當 tale 哈哈哈哈 那我叫以諾 然後其實我是大四才來和平 現在研究所畢業大概一年 那我研究所都比較久之類的 反正中間很多事情 然後其實我在反正的教會 就是有在接思情的工作 那一要大概是從兒主也已經不可靠了 這樣子接受 就兒主就單兒兒主思情 然後親戚 少氣親戚 然後到大四來做平 然後一開始其實是 因為以前教會都是以古典的文章 那所以就是其實一開始想出來體驗一下敬拜堂 然後當時就加入了提摩泰 然後就是擔任提摩泰四情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覺得應該自己應該其實可以再 多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就是 音樂四情的服飾這樣 所以就是才開始就是接各類型的這樣 那就是 對就是也是 沉蒙大家的 應該怎麼樣 關愛跟指導這樣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以諾 謝謝以諾 有一次我是在大廳大堂裡面 B1大堂 聽到一個人在彈彈琴 非常有feeling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認識誰啊 原來是我就過去問他說 欸 你是誰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不太認識 就以諾 他在他的手指尖當中流露出來那個情感 還是可以聽出來的 對 然後呢 他就在第一堂裡面也有私情 那我覺得 真的是很欣慰能夠把自己擺上 謝謝你 好 蘇恩 大家好 我是何蘇恩 我是就是國中開始就在這裡長大的 然後現在就是我現在是最忙的階段 所以我之前國中開始的時候 有平靜去開始練一些鋼琴的曲子 但是都是找到那種譜然後就硬練 就是一點技術都沒有 就是看到譜然後就硬練 然後 用什麼練 用鋼琴練 你要鋼琴練 對 就是 然後後來我才 就是後來開始我就 因為沒有彈鋼琴的時候 就不會注意別人彈鋼琴的一些技巧或什麼 可是開始彈鋼琴之後就會開始發現 我每個事情都好厲害 然後有些就是 就是一些變化 或是說一個曲子四節 然後每一節都有不一樣的內容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點興趣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去買那種什麼音階本 或是說就是想要從基礎開始學起 然後當然因為現在是人生最忙的時候 所以進度很緩慢 但我希望就是未來五年十年 或許有機會不會想要在第一場 在那件事情這樣子 這是我的目標 好 謝謝你 雖然是中底琴 我沒想到他中底琴可以學那麼久 因為他以前變小的時候 他媽媽就跟我上學中底琴 然後就請我介紹老師 然後就繼續哇學到現在 那我們在聯合的示範裡面 中底琴他很拉得出來 不要開玩笑的 他非常非常的聰明 然後也非常的忙碌 那神也給他預備了一個很好的路 好 謝謝你雖然 雖然現在也是醫生 住院醫師第三年 已經第三年了 已經第三年了 我就是把這一場的課 也是非常忙碌 非常忙碌 OK 接下來我忘記名字了 黃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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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師大畢業了嗎 他修輔系雙組修 所以他有第五年 就常在校園看到他 我們是俊彥 然後我們師大畢業系大 雙組修社會教育 是 對 都在本書演唱被老師看到 是 其實在校園當詩琴 基本上 因為我母會因為有個老師 他就是唱 以後的詩琴的位置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躺著 他就躺一年 然後我就躺著這樣子 然後是到大三才開始 在進拜討 他就開始彈第三 對 因為這人在進拜討 就是彈Keyboard 跟打木箱這樣子 是到大三 現在開始慢慢接詩琴 就是接詩琴 然後 對 就是到目前還在出 就是詩琴就是目前在進拜討那一塊 是 很好 歡迎你 那我第一次認識俊彥的時候 是他聯合師範說要打打擊 我說你會嗎 他說他會來試試看 打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這幾次的聯合師範裡面的打擊 他什麼都打 但是不見了都很準 不過真的是很棒 下一位是 叫什麼名字 我叫欣妮 欣妮 對 然後我是大學 然後在琴琴 然後在琴琴 就是在琴琴 現在在琴琴 對 然後我會彈鋼琴 我是雲林的 然後我會的人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多小時候 就是爸爸就會讓我試著上去彈 可能我彈 講到前半段 爸爸彈講到等後半段 爸爸 對 對 在琴琴認識 我不認識 但一樣的情況 對 他是阿公教他 那我不是爸爸教的 我是去外面學 就是爸爸等我學到一定的時間 時候他讓我試著上去 是 所以現在還讀大學嗎 對 我現在是國匪數學教育 然後我大師 大師 那他也是國匪 他大二 哇 你可以認識一下 對 那純純也可以關心一下 看如果他未來私情 或是什麼 第一堂或什麼 都可以關心一下 對 好 OK 歡迎你 謝謝 我的親戚大師 好 希如 我 大學姐 我是大三的時候 來親戚騙騎騙而已 然後就跟學姐來 來過幾次 可是後來呢 就是被 被我們學校的老師 就是那個 郭淑慈老師 就是我們都會 惡毒 就是那個 反正就侵犯 然後他就開始追殺我 他就說 可以三百這樣 然後 就我後來又繼續念研究所 還是在原來學校 所以被追殺的機率太高了 不得不來 對 後來他就一直叫我到石板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繼續說 他們家很可怕 我一直不各 然後接下來就還有兒子女子 然後還有先生 他一次就變成三個人追殺 這樣 你還活著 全家一起 全家一起 所以呢 就是這樣 那不過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真的非常感謝他們這樣子 然後我才開始比較穩定的 不是因為吃了關係這樣子 我都馬來就吃了 那我會覺得自信主也是因為在 在服飾當中很被神照顧 然後最主要的是 我覺得我看到很多和平的榜樣 就是很多私情的 我們在住的日 都是我很多的榜樣這樣子 然後我要講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說什麼 呃自己不行 那上帝會好好的陪伴你 然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再怎麼樣都有我便備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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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西儒也是多才多藝 我曾經在第一堂 他現世的時候是彈琵琶 他就很好聽 謝謝 好 慶瑜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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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我應該是在座最標準的老和平 因為不是從對媽媽肚子的時候就在和平呢 謝謝 然後我我很 應該我很感恩的是我的啟蒙老師 就是世紀聖女長老的太太 那老師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那所以他在教我鋼琴的時候 我有一個課本 就是校園詩歌 就是 這是我的一個教材 然後我真的是主手去練 那他在我就是在教我的時候 也給我很多就是 事情應該要有的尊重 就是對自己尊重也對這件事情尊重 他要不要教我這場演歌 但是我覺得也很感恩他這樣教我 那因為在和平 所以我就是小學的時候 沒人就會 啊 基女你上去 校園沒人的基女你上去 然後呢 柬埔管管我能不能看 他說你就是要彈 那我就覺得 因為怕丟臉 所以我就就是 必須把它彈好 那所以什麼 那什麼那麼柬埔啊 無限埔啊 那種沒有伴奏服啊 就是 開始從那個園區磨練 那我也很感恩 那後來少器就是有 艾光老師進來當輔導 所以很難想像是 少器的那個師班 是可以上去唱比賽吧 他那個我還記得那一次 那一次那一天 因為太緊張我 然後我就起腳的時候 然後我是被人家打 然後腳還去被卡到那裡整個 我是受傷在帶學的狀況 我上去他班 那一點很深 然後可是那個現實練習的過程 我覺得是很幸福很開心 然後當然就接著就是 國語試班 開始試班 然後晨晨姐 有這些前輩發展 所以 又開始學了是Open 那時候沒有學Open的機會 所以我是去外面學練習 然後練習做腳踏板 所以其實是有點土把練高 跟在練習 那我 我以為我結婚 然後到台中就可以避開這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 每年的過年就會有人打電話 你會回來回娘家 就有說 對好 那就是你私起 所以這次每一年的過年 都是我去採取 就是台新春禮拜的那一個 最需要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跑過 也很養恩一步上就是 其實都有老師 其實很大 所以不敢思 謝謝晉雲 剛剛媽媽就是學生長老 也是我們以前的長老 在教會面做很多的事情 現在還是為了各個團氣 非常好 那晉雲也是我們的學妹 那主修鋼琴 那我看到她的時候 是小學五升六 第一次看到她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不常來 但是我看了一個小女孩 很可愛 長著辮子 對 然後她的弟弟很平 叫周欣賢 就他們兩個人 那在教會裡面 那個時候就很久了 然後一直都在服侍 我覺得很感謝誰 好 最後一位 是郭佳麟老師 郭老師 來自我介紹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晚到了 我雖然年輕很大了 可是我在合併 應該是分身最之前 對 我大概來這邊 現在兩年左右 然後我是第三堂 就是合併禁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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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對 所以因為我的娘家 就一直在這附近 對 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在這邊教的時候 對 我已經王爹到底是多小了 那有一年 有一年暑假就來這邊 可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家裡是 所以我不行 後來就不讓我再教會了 然後就一路我的生命 我今天就被神鞭打 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教訓 一直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我就受禁 可是我受禁的地方 又是在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那個 照會 也是在附近的就是 被很大聲的那個 對 那個總之就是 就被禁了 對 但是就一直都離神 又很遠 所以又被繼續又被教訓了一番 然後一直大概到兩三年前吧 對 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是在溫哥華 對 那回來之後呢 我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基督徒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神的恩典 就是我在溫哥華的時候 因為就過得很規律的教會生活 就讓我想到說 一定要 我們不能原理神 對 也需要有小組 那我當然回來 一定會先聯絡台光老師 對 就跟著他來了 但是我一開始是在台語 原來要聽阿婆 哈哈哈 我聽那種 我聽那種台語 但是呢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 後來就到第三行 有一陣子好像是第三行比較缺 嗯 有一陣子 現在好像還好 對 那我就覺得 我超開心的 我就覺得到第三行之後 我就覺得 完全是適合我的地方 哈哈哈 對 我非常非常的享受 對 所以這邊我 因為我不好意思 所以我好像一起來聽到 你也看到我們 我們進拜盤了 就 欸 歡迎大家也來一下 非常白樂的 衝衝跳跳型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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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教練老師 那因為嘉玲老師呢 他的博士學會是作曲在國外 然後那時候正好第三行的時候 就是說也缺那個聽過手 那我們知道第三行裡面就是 即興啊 彈奏都很需要 欸 我那時候就想到說 嘉玲老師正好都回國了 那我就在想說 因為他怎麼有興趣來服侍我們第三行 結果沒想到他非常堅定信心的 欸 就開始參與了 那我剛開始是擔心他可能還沒有辦法適應我們和平 那可是呢 沒有想到他非常的愉快在第三行的服事裡面 我們也感謝神 好 我想呢 那在座呢大家都介紹過幾次了 那每一個人呢都是對音樂呢 是有服事上的一些負擔 我想這真的是神的一個很大的恩典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分享的東西就是說 這小小的一塊 但是那一塊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禮拜當中 我們是focus在禮拜裡面的 私情的這個小小的這個區塊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 終於是這個不用了 好 等我一下 好 試試看 OK 謝謝 那所以呢 通常我們從古老以前開始就會認為說 私情的人就是必須在禮拜當中 你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 像我們從小的時候看到 在禮拜 做禮拜的時候 那個彈琴的那個阿姨 或者是說那個阿姨 她都是穿著這樣子整整齊齊 我那個時候在台中的時候 然後她彈的就是一副那樣子 非常非常堵定的 然後就帶領著大家在這個禮拜程序當中 能夠很安穩地去做完這樣一場禮拜 所以在禮拜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謝謝忠義兄 她提供了這個淮恩堂楊美慧師母 她的一些idea我們可以思考 楊美慧師母也是師大音樂系 那她後來就是當了師母 那也是在懷恩堂的音樂服飾裡面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裡面有講到說 我們那禮拜當中有音樂跟美音樂 有沒有什麼差別對不對 像我之前到美國跟著街進長老 那時候出國的時候 就去過一個教會是沒有音樂 因為他們不需要師情 我還很高興地去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需要師情 他們說我們這個教派沒有師情 沒有師情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 想說那他們是怎麼做禮拜的 那就是前面的那個牧師那麼唱 對 有這樣子的 所以他是沒有音樂的 那有些禮拜當中是有音樂跟沒有音樂 有什麼差別呢 那如果這個禮拜當中有音樂的話 他有師情跟沒有師情 那這個差別上又是很大 我們今天是彼此分享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Q&A 如果大家有一些可以相互的分享也可以 那我今天的這個呢 幾乎都是用單一色 因為我希望師情是一個很單純的心思 你把你自己的才能能夠獻給神 所以我就用單一色 沒有再找其他的 好 用不動 好 我們手中其實也有一些講義 好 還是不動 那我們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 音樂在禮拜中有哪一些功能 那我還是先參考了就是楊美慧師母 她所講的 她說音樂是可以傳達神跟人之間的訊息 我想在座都是基督徒 我想這個我不需要講太多 那也是因為那個composer 他有一些感動 他寫了這樣子的一些音樂 寫了這樣的一些詩歌 所以他把他之間跟神的這種感受 傳達用歌唱 用音樂的形式傳達出來 那而且呢 我們在教會裡面的音樂 是可以促成群體的合一 所以如果這個禮拜都沒有 這個禮拜當中都沒有唱詩的話 你會覺得要少了什麼 大家如果有唱詩的話 你會覺得每一個人的心是合在一起的 有音樂去享受的 好 這個呢 是禁拜中音樂的還有某一個功能 再來就是音樂還可以見證上帝的榮美 我相信呢 在每一段音樂的歌詞裡面 如果你認真去唱的話 應該都是可以去感受到 甚至有一些詩歌 有一些音樂會讓人家流淚 或者是有時候 你聽到那個人私情在那邊 你在安靜禱告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感動 所以它是見證上帝的榮美 那還有呢 音樂是記錄的一個顯上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還是用不動嗎 所以今天是不是電池不夠 其實是我這邊錄影的東西 是這樣的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下一張 在《西國來書》裡面 十三章十五節裡面寫著說 藉著耶穌常常送贊作為祭 來感謝父神 我不曉得各位 就是你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或是你生病的時候 或是你遇到難題的時候 你心裡面會不會有一個音樂出來 你會不會想到一個音樂 能夠讓你更有信心 能夠讓你更平和 如果是沒有私情的時候 但是這個音樂的裡面 就是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又是一個私情者的話 那樣子的音樂的連結跟感動 應該是更能夠呈現出來的 好 那這個記是怎麼樣的記呢 是要一個無瑕疵的記 最好的把它拿出來獻給神 所以這個聖戰的記是怎麼樣呢 是分別為聖的 要單純的獻上 沒有一些雜念 換句話說 我們來私情的時候 也應該要這樣子的心思來私情 所以當你這件事私情的人 那你要把你最好的獻給神 那你包括你不遲到 對不對 包括你的一些意念 賢雜的意念 通通都要清乾淨 當你要來私情的時候 那還有你在私情的時候 你不能夠以自我為中心 就是說你不能夠像彈卡拉OK一樣 非常非常的自我 那必須用獻祭的心態來處理一下音樂 再來還有就是我們在獻祭的時候 要用神的角度盡量的是引述 好 接下來 接下來這邊就是我要開始 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個問題 私情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說私我們跟情 我們來看一下私就是掌理的意思 我想這個我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換句話說你在私情的當天 你就是那個很重要的人 因為你就是在掌理那個程序 因為你就是在掌理會中的情緒 同樣的你也是在掌理那個禮拜的tempo 它的速度是怎麼樣 所以你是掌理的那個人很重要的 那你換句話說也是一個主事者 所以這個是我長期來私情所得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跟想法 所以我每次私情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是指揮耶 所以我當了指揮以後再去私情跟 我以前私情還沒有當指揮 其實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當了指揮以後 我再回去私情 我覺得更能夠體會到 匯眾他們來做禮拜的時候 他可以唱到一些什麼樣的角度 他可以怎麼樣去領受到音樂裡面 他所帶的意義 所以這個是私 琴呢 琴的話當然我們可以說音樂也叫做琴 樂器也叫做琴 聲響也是琴 旋律也是琴 所以如果你是私情的那個人 這個琴裡面你就會帶出來很多東西了 你帶給匯眾很多東西 所以匯眾來他是要享受的 他是除了聽牧師的講道之外 他就是感官聽覺上 他就希望能夠聽到好聽的音樂 所以當然現在二十世紀 我們常常說視覺效果 所以現在很多音樂會都會 也強調一些視覺效果的結合 用一些什麼電子的音樂或什麼 不過音樂的本身就是聽 所以在聽的上面 你要如何讓人家做禮拜的時候 很安靜的 很嚮往的 甚至於他覺得很滿足的 他能夠得到音樂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撫慰的聲音 好 這個是我把詩跟琴把它切開成兩個來思考 那我們現在要分幾個程序的話 我們在一堂禮拜裡面 跟音樂有相關的有哪些東西 好 音樂相關的第一個就是序曲 那個人開始來做禮拜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我們在禮拜當中一定有些固定的 唱的一些東西 阿曼頌不是就固定要唱的 對不對 奉獻歌 對不對 奉獻歌是每個禮拜都唱的 助導的歌 然後甚至我記得以前我 那時候大一的時候 一剛開始的演唱的時候是 是十萬在唱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在彈 然後那個時候是五個像幾號 有時候我都彈錯 那這個是很安靜的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我們慢慢的把一些禮拜程序 去音樂的部分做了一些改變 所以像這種在一堂禮拜裡面 會重來參加一堂禮拜 絕對有一些歌是固定要唱的 好 這個就是崇拜的樂章 接下來電樂 對不對 電樂也是你私情的事啊 當然現在我們還有詩班的 會再唱一次最後面的樂壽 對不對 他們會再唱 那以前早期是沒有的 以前就是用音樂來做電樂 好 這個是因為我們都一直有在改變 接下來就是真正會重在唱詩的部分 這個每個禮拜不一樣 因為看每一個牧師他所選的題材 要用什麼樣的詩歌來做回憶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尤其是詩琴的人 你就必須要配合著牧師 他可能兩天前來告訴你 我要唱什麼詩歌 然後你來做搭配 好 最後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那天詩琴很有可能 你也會是詩班的伴奏 所以這次跟音樂也是有關係的 或者是你會是獨奏者的當情伴奏 或者你也是重奏者的當情伴奏 都有可能 或是室內樂裡面你也會有理解 搞在裡面 所以在整個的一堂禮拜的當中 音樂就出現了這些 這些1 2 3 4 5 你都有談過的舉手 有談 你就是你有接觸這樣子 全部都有的 舉手看看 就是連詩班 要現詩你也有嘛 對不對 對 對 或是獨奏嘛 對不對 也有的 有沒有 OK 好 請放下 如果當天你這5個 這5藥你都有在裡面的話 那你真的是太重要了 以前你晚上睡飽一點 因為太重要了 尤其是師班在現實的時候 你可能還需要跟那個師班的指揮 或是團體再稍微花一點時間練習 那靜脈團的部分的話 郭老師你們現在是整個程序 那邊都有詩情的人聽過嗎 我們最近編織稍微小了一些 所以 序樂 序樂你剛剛可能 我們可能來 就是因為最近稍微 就從大一點的編織開始小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 序樂有談嗎 序樂有談嗎 序樂 序樂是多的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的形式 目前就是前面就兩到三首 然後後面的時候就是現實 現實 現實 然後電樂呢也是用播的 電樂是最後面 最後面 你剛剛的錯誤 就是算她的錯誤 對 對 所以你們就有序樂 之後的 沒有 我們就談一下 那個也算 那個短也 所以你們序樂的部分是用播放的 那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 其實第三場程序 一開始就是第一首都會進來 就會有主力帶領會眾 可能請會眾起立 然後帶出那樣的一個敬拜的氛圍 然後就直接開始就是第一首 所以可能序樂 像 不是禮拜之前都會播放什麼 禱告什麼 對 那個 那個就是禱告 那還不是序樂 就是 其實第三場應該都會有主力 就是直接會是第一首這樣 是 所以你們鋼琴 所以你們鋼琴的人 是那個施行者嗎 還是不施行 其實我們都看竹林 應該是說 我覺得第三場來講 那顯示就是看竹林 我們都完全配合 那今天竹林要什麼樣顯示 或是中間改編顯示 我們就要好勝 我覺得第三場可能 因為我比較 我都在第三場 一跟二很少站 所以就沒有一個所謂的 我妹 我真的問他 OK 就是看今天的竹林是誰帶 是 我們就聽他的 OK 謝謝 就是你敬拜完之後 你還是要談後面事 然後最後 因為第三場的程序是報告 奉獻都在前面 然後之後牧師才開始講 所以第三場就沒有現實 或現實 所以牧師講完之後 就會直接是帶入回音詩歌 然後回音詩帶完之後 就會直接 那個牧師就會直接阻擋 然後就會 就會 就會Amazon 然後詩琴還要在處理 還要在處理 請問回音詩算是什麼 就是 應該算貴重唱詩 對 對 好 謝謝 因為我怕各位打瞌睡 所以我才開始問一下 沒有沒有 比較玩笑的 因為第三場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現代的一種 一種 敬拜讚美的方式 其實早期我們 和平交易是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 要開發第三場的時候 其實小會那個時候 有一些些 就是說討論 就討論 那也很高興 就是說第三場呢 能夠讓年輕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方向 所以第三場裡面呢 其實他前面那個 那個帶領唱詩的那個人 跟第二場 或是第一場 尤其是第二場 第二場不是會領詩的人 那完全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已經 進入到禮拜的程序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在帶唱的那個人 在國外來看的話 他幾乎都是要音樂科系的 他的音準 他的節奏 而且他的旋律都能夠帶得很準 這樣的話大家才能夠一起跟著唱 好 謝謝郭老師的補充 還有李諾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從每一個的裡面 稍微進入一下 如果各位有其他的一些意見或問題 我們可以 就可以一起討論 沒有關係 序樂 我們先講一下序樂 對一個詩情的人來說 序樂就是一個open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歌劇裡面一個序曲 你要如何帶觀眾 進入到接下來的情境裡面去 所以我們在序樂選舉的時候 那就要思考一下 雖然說第一堂的禮拜裡面 會播放一些音樂 那有一些可能已經聽電子音樂 但是以前的時候 我第一堂的話 我都會先把今天要現實 就是今天惠眾要唱的詩 我會很輕輕的在最前面的序樂所先談 讓他們洗腦一下 讓他們先去聽一下說 到底今天是要唱一些什麼東西 通常以前我都會這樣 那現在慢慢的呢 就是會開始播放一些大提琴的音樂 很安靜 然後讓第一堂比較早來的一些 波波酥酥舍者們 他們可以坐在那邊 很安靜的去聽這樣的音樂 其實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在序樂的時候 好 禮拜之前的跟禮拜之後的 那我現在講這個是禮拜之後的 開始 竹林就開始說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禮拜 或是時間到了 對不對 上帝已經在等我們了 因為這是祂的聖殿 大家都來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開始 我們的演奏 好 在詩篇裡面說 招聚我的聖名到我這裡來 就是那些用紀錄與我立約的人 所以呢 上帝招聚了我們這些子民 那有一些人呢 用吹號角 有些人是用風琴 早期是風琴 那後來有些人是用鋼琴 那早期還有人是用肅琴 小的肅琴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序樂呢 如果照他們在宗教裡面是這種話說 是可以用浩角的宣招的儀式的音樂 那就是熱鬧的肯定的勝利的 你也可以用很安靜敬拜的音樂 讓大家很虔誠的 也會拜形式的來靠近神 好 虛樂的時候 當我們還沒有開始談的時候 或是我們已經開始談了 會有一些小狀況對不對 可能有一些人都沒有在聽你的音樂 可能沒有安靜下心來 包括我自己有時候有去睡覺 很有興趣的趕快看一下周報 今天有些什麼東西 但是我的耳朵還是有在聽 我們學音樂的耳朵還是會在聽 所以呢 其實當序樂開始演奏的時候 有沒有達到一些什麼功能呢 不要讓他們看周報 或者是呢 有些人還是在跟人家交談 尤其是那個十點的那一堂台語班 對 常常一些年紀大的 他們自己重聽 結果他不知道他講話很大聲 甚至人家都有聽到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談序樂了 可是還是有人在裡面講話 那或者是 常常有人在打手機 對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是有遇到的 或者是睡也心中 根本還沒有睡飽的人 他就被爸爸媽媽邀請到 來教會我們做禮拜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序樂 因為我們不能做什麼 因為你正在談 他們有這些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能夠讓序樂 讓他覺得很舒服 他已經坐在那裡了 他已經準備好 要來敬拜上帝了 我想這個是我們序樂裡面 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辦法叫他 標好手機 你總不能談到一半 談一個不合學音 讓他嚇一跳 然後手機掉聲音 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的序樂 能夠提到感動人的時候 讓他能夠更安靜 或者是他可以歪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是誰在談序樂 他能夠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可能你的序樂 就已經達到一些功能 序樂的時候 這個小狀況裡面 思情在序樂當中 你覺得呢 我們來問幾位 有在思情序樂的人 你在序樂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美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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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經驗 對啊 美玉姐 第一堂裡面 在序樂的時候 常常在就是 就是非常的無我的狀態 好棒喔 通常都只有很怕會彈錯 或什麼 專心在彈這樣 所以我大概不會被慰眾的情況 該擋到 所以你好 好專心 很想吃 對不對 沒有想吃 對 很棒 那基雲呢 基雲你是第二堂的序樂 電子琴的話 你在談所 你是你的想法 然後會在大概 應該是在牧師要禱告 就是臨時完那個時間 我自己就心裡會先成變 那我的習慣是 我不喜歡再要 那天我自己 我已經坐上了 我不喜歡大家那麼講話 那我會比較希望是自己在 那幾個曲子的當中 那因為在序樂當中只有自己 所以我壓力其實很大 所以我自己會一直在那個音樂當中 那大概通常是第一 大概第四個小節是很有壓力 那彈下去之後 就可以開始聽自己在做事 那如果那天會裝很安靜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是很好的活動會 那如果有些細細說說 會有影響下 這些文字的經驗 是是是很好 謝謝你 那那個比較不會有壓力的純純簡 我是想到那個序樂選舉的問題 是 我 我會選擇盡量 不要不要去談那個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聖詩的改編曲 因為萬一你談錯了 人家都知道 對不對 對 那是Ogan嗎 還是Ogan Ogan Ogan可能這種曲子比較多 那我覺得第一堂的話 就比較少 大部分第一堂 都是那個聖詩改編的曲子 這個是第一堂的困難 那以我第二堂來講 我就是避免去選擇那個改編曲 第一個就是你一談錯人家就知道 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你談那個就是 聲勢改編的 他們那個會眾的心情 是不是也會被你引導 那其實你就來一個 他們完全都沒有聽過的曲子 他們反而更能夠去安靜的去 預備他要來敬拜的那個心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的經驗是這樣 那要管風琴很高 跟腳要踩對才會 我現在都不敢施管風琴了 我早期說還是有稍微施以下 後來發現年紀大了 那個要選一群話不好 大家那個腳會長 跟腳跟著 因為我後來就不踩腳 就只是用手彈 可是我覺得還是讓那些專業的 有練習的人來談會更好 對 可是我在第一堂裡面 我的鋼琴 我就會比較選擇 順時改編的 我啦 第一堂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那個曲子可能 要跟今天牧師的講道的主題 要有一點點相關吧 對 就是說我們在選曲的時候 就要先去了解 今天牧師他的講道的主題 你是什麼 那你盡量能夠去配合那樣子的 的主題去選曲子 對 更能幫助會眾預備他的心 是 但是有時候那些曲子 就是很難找到有改編 那就是自己改編自己彈 對 所以有時候會這樣 很好 謝謝 這個開光講得很厲害 沒有 也是我在談第一堂 其實我第一堂 我就跟聖樂部的監獻長老說 我們盡量就是讓新人 或者是一些比較專業的 盡量來施行來服侍捨 那有時候如果臨時有審柄的 比如說上週 就臨時有狀況的話 那我可以來稍微接聽 好 然後我昨天就問監獻長老說 我說怎麼明天還是我 我說上禮拜又是我怎麼明天 明天還是你正式要施行的 然後我真的記得 因為我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有時候 對不起你們如果聽到 五個禮拜都談一樣的 請包容一下 對 有一次秋木就問我說 哎呀 王長老 哇 你這個變奏嘛 他彈得很好 我說不敢說 其實我這個當然不對 所以他假裝一個和學 那其實 不過你做了一點 我是覺得我在施行的當中 我自己有被感動 就是說你要談之前你要先禱告 其實我是害怕的 其實我現在是指揮比較不害怕 我現在施行反而比較害怕 你要知道那個施行那個手 你如果沒有久沒有練習的話 神會教訓你的 因為那個骨頭都是硬的 對不對 我們是一個指揮棒 然後就可以了 你們是十個休息的時候要去做 所以常常 這些長老都知道 我都很緊張 其實我要練琴的時候 我趕快在家裡面動一動手指 不過呢 我覺得 當你開始要進入八點拜 第一場禮拜的時候 欸 感覺就不一樣了 好像神真的開始在動工了 像我最近也會帶那個 還有《Flute》的青少團 還有我們《陽光大團》的《法國話》 也是帶他們一起來進拜 那當然就變成是有時候 就是變成是我要幫他們伴奏 或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你剛開始的緊張 可是到你真的在聖殿當中 你跟神很親近的那一剎那時候 你覺得那就是讚 你就把它放出去 那些音樂都是恩典在裡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想 好 所以很謝謝大家 有這麼多的一些想法 阿公主長 可以 請問就是最開始的那個 許原生訓練的時候 有曲風跟那個時間 有什麼建議 所謂的時間是長短的 OK 很好的問題 對 通常在曲風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很難 很難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在曲風上面 應該是安靜的 然後呢 是要把人帶進到主的面前的 對 所以盡量就是不要太多的 那種同時那種很響亮的和弦 對 你可以低音成音一點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用變奏來彈的話 假設 你想要配合牧師的一些講題的話 那你就找那個比較沉穩一點 不要太亮的那種音色 那如果時間來講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不要超過一分鐘最好 其實不要超過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 但是現在的這種管風琴的曲子 其實有時候都是滿長的 那如果以低堂的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它的空間很小 對不對 人不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私情要看場合 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小的場合裡面 其實它都已經很安靜了 那前面又已經有播放一些音樂 那我們就趕快把他們的心 帶進去這個禮拜堂中 對 那如果說是在比較大的 十點鐘的這樣的禮拜的時候 我們的場地範圍是比較多的 然後很多年紀大的都參加十點 我不曉得你們的年紀大 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比較老和平的人都會喜歡參加十點 但是當然八點半的也是有 那因為以前八點半的傳統是國語禮拜 所以會有一些講國語的比較會在那邊 可是大部分的和平人都會參加十點 那你就會發現到其實十點那場禮拜 遲到的人慢來的人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覺得序列就可以稍微長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太長 如果你差不多談一談 都覺得大家的心已經都準備好了 就不要再談太長 像我以前在談的時候 我就會找中間一個地方 就把他終止次就把他結束了 不一定要談到全部完 你可以看看氣氛 差不多大家準備好了 如果每個人都末倒都已經完了 你還在談的話 他就會東張西望 你來啊 所以趕快趕快把他們帶入 帶入禮拜當中 會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對 所以可能有時候我們私行就是要看 要看情況 對 他的場合 他的人數 然後他禮拜的性質就是怎麼樣 那如果第三堂的話呢 你們本來就是很高興很歡唱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熱火 大概給燃燒差不多了 那時候禮拜就可以進入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都各有難度 對 不曉得我叫阿凡姐 拿到沒意見之外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崇拜中的音樂裡面 就我剛剛說的 有這麼幾個固定的音樂 奉獻曲啊 祝福歌啊 阿門送啊 還有他們早期我們就說 主在聖殿中 我非常喜歡那首曲子 以前是師範唱 師範一唱出來 我好像仲天使在唱一樣 大家就非常非常安靜 這是我們崇拜中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樂曲 那這個的話我們在詩琴裡面 你已經都知道他的性主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主在聖殿中 剛開始就不能談得很嘎吾 你要談得很安靜 帶領會眾開始要做禮拜 那阿門也是一樣 阿門是誠心所願 最後要結束的那個阿門 也是一樣 好 在禮拜中固定音樂的詩琴的態度 固定音樂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幾首 是固定要唱的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禮拜一定都會唱 所以很可能到時候 有一些人在唱的時候 沒有什麼心 那我們呢 詩琴者應該你每一次談的時候 你通通都要進入那個狀況去 才可以達到共同進來的 你不能說好熟啊 我就這樣把它談過去 其實你要非常非常重新思考一下 今天牧師講完了 然後這堂禮拜裡面是要怎麼樣的情況 你用這樣的思維再去談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時候固定音樂 最剛開始的樂段還有那個起始音 比如說阿門送有沒有 牧師就打到我們唱阿門 然後第一個音 就開始彈了 就開始唱了 那這個起始音要多長呢 或者是說封獻歌 封獻歌不是 現在都已經畫好了 現在的那個詩歌本 都有跟你說前面幾小節 畫到後面幾小節 早期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大概選個四小節 最多大概八小節 到一次 如果今天的牧師所選的歌很難的時候 除非說師匯的人說 我們怎麼請詩琴彈一次 要不然通常的話大概八小節就差不多了 這個要確認長短還有音量 好 我們來看一下電樂 電樂你們覺得要轟轟烈烈的舉手 要彈得轟轟烈烈 就是電樂我們不是要離開禮拜堂嗎 你覺得可以彈得轟轟烈烈的舉手 高高興興的舉手 要非常方觀欣喜喜的舉手 對 都可以舉手 那你覺得電樂是要很安靜的 然後呢要讓它能夠有禱告的 然後偷偷離開的 所以我們的電樂 電力要很安靜的 不要人 很好 謝謝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想法 對不對 OK 好 那通常我們的電樂裡面呢 那你要思考 你要思考 如果说 如果牧师说 我们接下去马上就有什么太子祷告 我们马上就要跟谁做祷告 那这个时候你说 哎呦糟糕 我的电阅已经选好了 电阅不是都先选好了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转换 你可以转换他的声量的意思 但是通常 通常电阅都是会比较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他领受了神的福音 他领受了祝福 然后他也知道了说 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事情 他觉得他自己有关心到 我今天来做礼拜非常非常不一样 现在的人已经 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做礼拜 看视讯 跟实体的过来参加礼拜 其实那不一样的 你在家里面做礼拜 可能有些人都还穿睡衣的 很有可能 或是学生们在宿舍里面 就被刚刚起来戴着耳机 看先上礼拜 可能那种心境都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实体礼拜 你与神在一起 在他的圣殿当中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电阅的选择 然后我跟师母说 电阅就是你今天去了一趟天堂 然后很快快乐乐的在进入这个世界 就是你上去了 Ascending 然后Desending又回到人间来 是这样子的一趟 因为你接受了所有东西的洗礼 牧师的祝福 对 杨玛克师母的东西我是穿插着的 所以我不是整个东西他的 对 我是穿插着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结论了 所以通常电阅都会用比较高兴的快範 我认为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 但是电阅我觉得不要太差 我觉得不要太差 你让人家很高兴的 能够受到祝福就可以离开 所以你可以使用四牌子的行径乐章 我们知道行径乐章本来就是会比较欢迎的 还有启发会众那种愉悦的那种心情的 我觉得电阅是大部分都会是这样子的形式 除非我刚刚说了 如果特别牧师跟你说 今天晚以后有一个神很重要的 大家要跪下来祷告 大家要忏悔 要流泪等等之类的 那你赶快去改变你的一些电阅的形式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问一下牧师 你说那牧师那我 我等一下的电阅要怎么样去带领大家 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去 你可以问一下牧师 那如果牧师说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尊重你私情的话 那你自己要判断一下 看能不能再衔接 因为后面还有东西 所以这个私情要去思考一下 好 中间有一部分是会众 要站起来齐唱顺食的部分 那就是牧师选歌不对 跟那边讲话有关系的 好 会众圣诗的一些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声响 或者是说他用什么样的器材来做展现呢 有一些是没有音乐的 有主唱者来队 所以他可能是无调性的 无调性的卡佩拉的什么旋律 可能那一段没有钢琴伴奏 在这个时候 那就是主唱的人自己要非常非常地肯定 来带领大家 可能唱希腊调试 或是唱什么什么调试之类的 我曾经也遇到过 那一段就没有人弹琴 那私情就坐在那边 对啊 就说不要 会众的声音 当然那个领唱也要非常肯定 好 或者是说我们声音里面会有钢琴来主导 那我们教会还管风琴 对不对 第三堂还有电子 有这种爵士鼓等等之类 都是主导我们会众们 一起来唱圣诗的一些声响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声响 因为有些圣诗其实会众不熟 那你这些声响要去启发它 带动它去唱这首新的圣诗 尤其我们现在的圣诗 有很多是新的嘛 对不对 所以谁是那个重要的人 就是这些器材是一个重要的 你要去带领他们去熟练 你能够唱出来 所以我们私情就很重要哦 好 他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 帮助会众能够完整地唱诗 所以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 这首曲子要怎么弹 或是你自己不知道说 这个曲子的段落性要怎么去带 那可能会众就唱得明明帽嘛 对不对 还有就是速度嘛 如果速度你弹得太快 根本我们学音乐的还OK吧 我们学音乐经常弹弹弹弹 可是你别忘了 很多会众不是学音乐的 他可能是听唱 对不对 他已经唱得很熟的是旧的声势 突然就要来一个新的 然后又是什么印尼曲调 非洲曲调 他当我们没有概念的时候 那你私情的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是帮助会众去学习这首诗歌 所以来了 私情最重要的一方面题来了 速度 对不对 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首曲子速度是什么 如果他是第一次唱的话 不要弹太快 即使他上面写 Alegro Vivace 他可能还写了 讲师他写的时候活泼的 很快乐的 可是他很不会唱啊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你要知道 目点音符一出现 三连一出现 然后会众都有难题 对不对 他怎么算 他不太会算 我们是学音乐的时候会算 或是说你常常在私情会算 福建的每个人都会算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用什么样子的速度达到一个标准 一定要让他开口唱 要不然很多人都要站在那边 他都不唱 他说这个很难唱欸 对不对 给那个会唱的去唱好了 我用听的 很多人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私情的人必须要达到一个功能 是让他们能够开口 口唱心河 来站门的时候 能够唱到这么好的一首圣诗 这个也是人家感动写出来的东西 不管你能不能接受 有时候我们自己私情 也是会有一些偏见 对不对 你可能不太喜欢这一首 不太喜欢那一首 可是牧师选啊 牧师有感动啊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跟着牧师一起 有时候我会这样想 我说 这首真的有点难 那怎么办 我要帮助牧师把他所选的这首曲子 秋木 对吧 哇 秋木戏情很好 你说我都跟他开玩笑 OK 所以等下都可以分享一下牧师到底问题 好主意 为什么 为什么公司要选那种诗歌是不是 对不起 好 再来 那你私情的人 你到底前一天有没有好好把他练好 你对这个曲调 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练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你自己一定要谈得很有信心 那就好听啊 人家才会跟着你一起唱啊 你自己都谈得明明报忙的话 我想 都咱不去主话 人家就没办法唱 对不对 好 还有乐句的呼吸的快跟满 其实圣诗里面 它没有办法像肖邦 每一个地方都记得很很细的细节 但是我们私情的人 自己要有这个guts 你应该知道唱到哪里的时候 会怎么需要吸气 对不对 然后再开始唱 你不能哦哦哦哦 就这样谈下去 所以你要跟着会中一起 你自己心里面要唱 那才可以 所以你要听 你一边谈一边要听 第一堂礼拜是不是还没睡吧 大家声音怎么这么小声呢 或是第三堂礼拜是不是 年纪都很大 怎么都没有人唱呢 还是说我谈得太快了 唱不来呢 那你要听 有什么问题 你要调整 OK 再来的话就是 就是启发不同的音色 从各段的歌词中去演绎它 因为有时候我们歌词不是会有五段吗 然后会有六段吗 对不对 你有没有先看 你有没有先看 它每一段的歌词是不同的感动 所以如果说第三段 它是很安静的 你就稍微谈小声一点 如果第五段它已经是战胜了 那你就可以谈大声音乐 所以这个是在不同的音乐里面 你可以去做调整的 好 再来就是 你要诠释正确的功课 比如说这首歌曲是安慰的诗歌 就不要谈得很高兴 如果这首诗歌是励志性的 我去传福音 对不对 好 那个牧师学了这首 我要去传讲福音 那你就可以谈得比较高兴一点的曲子 但是如果说走过死音的幽谷的话 你要安慰人家的 那你就可以谈得优柔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自己诗琴的人 你要先进入 你明天要带领这个礼拜里面 你的音乐是什么状况 你全部要了解一下 好 你要必须能够让会动听得很清楚曲调 因为我们圣诗都是四部嘛 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诗琴会听到说 诶 这个诗琴就谈那个四部 好像听不太出来的旋律 所以有时候呢 我就会把Soprano高音的旋律 单独谈大声一点 单独谈大声一点 因为尤其是不熟的时候 一定要让会众能够听出来 它的旋律是在哪里 如果你四部 就是很平均的音色大小声音央谈的话 有些人的耳朵是不行的 只有学音乐的人稍微知道 说这个和声是怎样 但是如果不是学音乐的话 他的那个旋律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点 如果会众没有信心唱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要做任何的变化 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那诗琴的人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说 这一堂礼拜是非常有收获的 非常活泼的 但是如果会众都不熟的时候 您可不要做其他变化 好 然后诗琴的声音要比会众 稍微提前一点出来 对 你不要跟会众一起 跟会众一起的时候 他们更是没信心唱 所以你可以一点点的往前 一点点不要太多 然后领导会众出来唱 好 音量最好也不要盖过会众的声音 不要太大声 好 诠释正确的风格的话 我刚才你说过了 振奋的诗歌 怜悯的诗歌 这样曲风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风格怎么样去演奏 速度不要太快 或者是弹的Legade多一点 原话奏多一点 或者如果是很振奋的 你可以Start Up 你可以多一点的跳跃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的诗歌 就可以带给会众的一样的感受 中心兄弟有传给我 有一位资深私心姐妹的一件 那我还是要把他列出来 然后比资考一下 目前教会的音乐呢 我们是呈现了两种的形态 这针对我们和平教会 那一个就是传统成点的一种形式 那另外一个是为年轻人敬拜赞美的形式 那在传统的形式里面呢 他会认为延长音 就是说Felmada 不适合有一些分散国家 就是 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他是认为会破坏了 礼拜中年人的气氛 所以他也不见得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有Felmada 他可能意思是说 就是有一些音 我们会稍微长一点点呼吸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能是全音符 然后在一个连结线 又在全音符 那也算是延长音的一种 因为他有八拍很长 他是认为说这个中间 就不适合有太多的分散和学 那这是他的意见 那我还是提出来一下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是如果他说活泼形式 就很适合加入这些分散和学 来做一些跳跳的这种形式 或是装饰音的变化 你们都可以 最后一个我把这个东西放到最后 因为这个东西可有可无的 因为不见得私情的人 都一定会是师范的伴奏 那也不见得私情的人 一定会在独咒的第一堂里面 当当行情伴奏 现在很多人都做自己的 自己也做自己的 很多也是这样 不过呢 如果你也同时担任了这个的时候 不想问问看你们 你们会有不同的心态吗 如果这个区块也是你在伴奏的时候 会有不同感觉的 请举手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跟前面 我们讲了很多什么旭乐 电乐 惠中一起演唱 当你要帮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的限师限奏 弹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你的心情 或是感觉把切割出来 会的举手 OK 没感觉的举手 好 OK 那通常我会 通常我会切割出来 因为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你伴奏 对不对 那如果是你伴奏的时候 你的那个感觉呢 它是因为它是独特的 它是那个诗班在这个礼拜当中 独特的一个限奏 所以会给做礼拜的人会感受到 今天是微阳诗班 对不对 可能是晨曦诗班 可能是西南诗班 所以你在伴奏的时候 要配合那个团体 那个个人 它的一些风格 这个是私情的另外一面 对 会有这些的钢琴在中 好 所以总结 我们再来看一下总结 那私情很重要 就是老王卖瓜 你们今天都是老王 对不对 外来听这个都在卖瓜 对 我是觉得私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一堂礼拜里面 有时候如果做完礼拜 那牧师会过来说 谢谢你今天私情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那个私情是 从最前面开始 几乎都是连结 它其实是跟牧师 是一样的讯息 对不对 牧师是用文字 我们是用旋律 同样都是要去感动人 同样都是要去告诉人 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在上面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私情是不能随便私的 对 你答应这一堂要私情的时候 你就是摆上 把你自己摆上 对 所以你要私情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除了很紧张之外 对不对 不过神会怜悯的 好 再来呢 私情的第二个要考虑是速度 我一直在讲 每一首乐曲的速度都不一样 曾经我以前在美国 有一位弟兄姓妹就跟我说 你在弹奉献曲的时候不要弹那么快 为什么 因为奉献带一下就床了 他说他慢一点 这个是很好的道理 对不对 他说他感动一点 他说他感动一点 他感动一点 要出来 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小话 好 所以我们的私情的速度 不管在序曲 电阅 或者是任何的固定诗歌里面 你通通都要先想好 再来就是旋律 旋律是会感动人的 其实何时你谈错或什么 导师不会 但是你旋律一定要很清楚的 让会众人能够知道 再来就是声量 那我想尤其是在管风琴里面 管风琴的声量 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是会令人感动的 因为那是从古早巴洛克时期 就开始有的 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管风琴的声音 那个声音就从天上来 因为那个管子的声音 是从天上下来的 是这么样子的宏伟 所以管风琴 我们在私情的时候 它那个声量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当然你说第三堂 电子keyboard用的那个扩音器 那个声量也是会影响人 如果你的声量弄得很好 不要麦克风每个都爆炸 那个去做礼拜的时候 会觉得好刺耳 那个心情都会破坏 所以整个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你对私情者 每一首乐曲的前面 你要带领他们开始进入唱的时候的 那个前导音 那个就会让大家能够进入到音乐里面去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他还有什么吗 你们有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私情 除了踏板标材错以外 对 对 黄文琴 没有说我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吗 其他 好 没关系 我们就一边想好了 那这几个是我认为 你自己要先确定好你是私情 你的重要性是什么 你在这一堂礼拜里面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你有多重要 你的分量是多少 那是不能开玩笑的 私情就是很重要 跟牧师是一样的 他要掌管整个礼拜 好 那这其他就是一些细节 OK 那我想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那我一直觉得大家很勇敢的能够出来服侍 一定会有神的一些祝福 那今天这个只是我粗浅的一些分享 跟我曾经有过的这样子的一些感觉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些这样的交流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在你私情的时候 还是你觉得你未来私情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曾经被人家说 谈的这个样子还敢出来私情 有吗 OK 这样你去说 我觉得可能交配大家也都很好的 对 那可能就是有时候会不小心 有一些人就比较直言直语 对 因为我们曾经以前就有遇到过 我就很受伤 我说那个弹琴的那个很受伤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安慰他 对 那私情真的是一堂礼拜做完以后 真的是需要给他一些鼓励 对 师班的话还好就唱一首歌 对不对 可是私情的人是整个礼拜的程序里面 都是他在handle 他在掌控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是私情的话 那你平一天就要开始好好报告 然后去了解到他整个程序是什么 好 那秋木是不是要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们都要选那种歌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觉得也应该很影响 哈哈哈哈 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说 还是很愿意就是接下那样的一个职份 因为老实讲我知道那个2009年的 那个新盛室版本 其实之前在推的时候就是也曾经受过一些的 不算阻挠 就是会有一些的 有点类似说不太适应的部分 因为他强调就是所谓的那Gobro的 这样的一个诗歌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就有提到什么南美洲的啊 什么非洲的啊什么的一堆 包括我们原住民 然后像我会觉得 我像我自己在选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那些歌 第一个我会觉得有些歌曲 它就是刚好是我的 礼拜当中要释放的信息的回忆 这是一个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 那牧师其实还很多啊 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 因为我就会觉得既然都有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来试看看 其他的一些的不一样的音乐 其实现在有一次我记得 好像是银诺 因为银诺每次都跟我讲 不是你每次都选那个 还好啊 想完之后 然后唱了之后 这首歌其实还不错 听越听越好听 所以就会觉得说 希望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能够去尝试一些 新的不一样的音乐 当然 当然也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 那个我们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就会说 不舒服 不太那个 就以后能不能尽量找老师哥 师哥也很好 以前的师哥 你看这样流传了将近一千年 你看现在还留着 那些音乐都很好 没有错那些音乐很好 不过我在想 如果我们的音乐的 就像我们的电脑的能量 如果能够扩充 我们像现在那个iPhone14出来了 对不起 你不讲话 测评了 对啊 大家为什么要选新的 因为它的容量更多 它的功能更多 然后你有更多的选项 这样子 我相信这东西其实应该 一二跟三堂的诗歌 我相信第三堂诗歌 这一本《新生诗》 其实它也可以避用在这第三堂里面 所以以后 如果又有这样的一些的诗歌出现的时候 您对不起 我们各位亲爱的诗情同工 请你们也提亮一下牧师的苦诗 哈哈哈哈 那我请大家 没有 我先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初牧说iPhone14出来 我以为他iPhone14里面有那个伴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啊 宜莫 我想要请问牧师的一个问题是 那比如说你们像如果选了这些曲子的话 那你们期待诗情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才有办法带惠宗去唱这些 可能惠宗从来听都没听过的曲子 对对对 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老师说 因为我知道说像说第二堂 其实是前面有一个领诗 领诗有个好处 就是若有个完全不熟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出现的时候 领诗他一定会之前先努力的去先试过 然后去练习过 然后就带领我们的贵重 一起来唱这首歌 然后其实我觉得刚才 刚刚早有讲的很棒的一点 就是其实这一段时间 领诗他除了他自己很重要之外 诗情他其实是帮助领诗 能够把那些的整个旋律 还有或许是哪一些的点 比较困难一点的要把它点出来 所以我会很期待就是说 我们的诗情就是像我们刚刚的 馆长们讲的 你的音乐旋律一定要清楚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 这个可能搞不好以后 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那个 领诗的同工人可以一起来 参与在这个礼拜音乐当中的一些的 练习或者是一些思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领诗的情况 有一些的旋律性 甚至是他的一些的背景 稍微讲一下 那个东西其实你就会让这首歌 就会产生了一些的连结 原来牧师要选这首歌 跟他的背景有关 这个人他是谁 圣公会的一个艺朗的一个主价 然后他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他仍然写出了这么有一个 安慰性的这样的歌 我觉得上次就是不知道谁带的 我觉得他带的很好 他就把这些的情况稍微的介绍出来 然后在那一天 刚好那事情 就是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那天的那个音乐就 整个会场 整个的会众的唱出来的那种感动 其实是真的很感动的 所以我就有感的话就说 真的在线上参加礼拜 跟在现场参加礼拜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真的就是会在现场那边 感受到那种音乐 好像我们今天安慰长给讲的 直接就是传达 那我们接着在唱诗当中 就感受到那种圣灵 真的是在这当中在运行 对 很棒 可是我想想最主要的问题是 事情不晓得怎么弹 事情不晓得怎么弹 因为它很多是单弦 绿子就写着和弦 有时候我自己会卡卡的 那春春就很厉害 他都知道和弦 我说不行 所以我是在想有没有可能 当然牧师很难说 那你们很感动选在这时候 可是你不知道今天的私情会是谁 对不对 有时候很难这样 所以我是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看如果以后郭老师 嘉宁老师或是春春老师 有空的话 那种单弦 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写出一个 左手可以谈的 那我们第一堂的人就不会害怕了 那已经会谈的人就自己去创作也可以啊 那我们这种不会谈的 稍微有一个和弦可以去以下 那是大家觉得怎么样 很棒 我觉得 像说明天的诗歌有一首555首 其实我们都没唱过的 正诗吗 而且 正诗有诗诗有关系吧 没有 没有 他的左手 那个写的人啊 他写得很对位的样子 哈哈哈哈 阿神过的刀就是吗 好像不是他写的 别人写的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就自己把他写下 对啊 你看春春 他自己写下 我都会自己写下 因为像第二堂 第二堂还有钢琴的问题 不能够我弹一个 然后他弹另外一种 那好像有一首新的诗 他就是右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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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所以這個就是要先 詩琴的人要先把它寫下來 或是一些核選要先寫下來 那至於第二堂的話 你偶爾詩琴的人 一定要給那個鋼琴的人 要對他講我哪裡 你也許會改 或是說你要怎麼彈 那我的話我就是都會把它寫下來 那這個應該辦公室要存檔一下 可能我給他們好了 對 要給一下 那以後如果還有選擇建檔 然後以後如果有這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那他那個檔裡面 可以把歌詞也弄上去嗎 我們可以大概知道他也要呼吸 對 後面是 他在那裡 他公式的可以寫一下 那這我就慢慢建檔起來 所以以後純純詩琴的時候 都可以盡量的 對 或是嘉玲老師也可以 對 謝謝 我想問 其實我必須說就是 比如說牧師選一首詞的曲 其實對第一堂的挑戰會比第二堂很大 因為第一堂有可能你是連你的領會都不熟 然後呢 整場禮拜 可能事先知道這首曲子怎麼彈怎麼唱 就只有你一個 全場只有你一個 然後 因為你也沒有前面的領唱 對 然後 然後 總不可能變成說 我還得又有新歌的時候 還要每個禮拜負責追殺領會 拜託你可不可以拔點一定要來我還要先練我 對啊就是 嗯 我其實有點 我其實有點困惑是 除了請領會拜託你會說請思琴跟彈奏一遍以外 還有什麼比較好的東西 對 對啊 我建議齁 就是那個 在第一堂的禮拜前 不是也會有一些安靜的時候 那時候本來是那個音控他們會放一些音樂嘛 背景音樂 那是不是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時候 就請他們不要放了 那個時間就 私琴的人就反覆彈奏 那個我們很不熟的 今天要唱的那一首 新的聖書 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這樣 可以 可以 跟他們協調一下 這樣慢慢一直洗腦一直洗腦 讓他們至少旋律都停進去 對 很好 那誰舉手 我知道私琴是 那個很壓力很大的事情 因為整個程序團 你要這麼多錢 這麼多錢 結了結了結了 因為你沒出來 大家現在 現在交易就沒出來 我是要疑問他 所以我就舉一個例子 說為什麼要做很好的準備 這是我以前的母會的時候 大家不要以為那個秀嚴嘛 就是那個祝福的歌 祝福的詩歌 我們不是助導前女兒 大概就是五六首的那個男人去 但是不要小看那個 也是要看破 不然也有可能說不定 我不知道那一天的事情是 是 沒有準備好還是說 他一直找不到 一直找不到 那首詩歌 他就打下去 他氣彈錯了 哎 我們的牧師是很好聽 所以全場只有他唱不上去 很熟的歌 他就要全場這種意思 而且是 憋得很難受的唱上去 所以大家會用我講講 那OK 那我的建議 或者他各個事情 就有自己的準備方式 他怎麼做note 怎麼 這一首 前那一首 紅紅的阿妹妹 然後自己 那樣這樣 幾顆粒 幾顆粒粒 他既然說我們 第一檔第二檔 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彰化會自己的聖事 以前的舊聖事 現在的聖事 我建議說你們 自己買一本 啊 沒關係 給我簽一半的 金費沒沒關係 那 會簽一半 因為那本 那本師哥 你還是要自己的 變成自己的 後面 因為我是 開 愛國大學的 你也很好習慣 他用那一本 他就貼 那些不同顏色的貼紙 所以他很了解 過百分之 要簽的 要簽的 就說 你不簽 不要太簽 那些 Copy出來 你自己的一本 你就照 那 那一天 你就比較把握 第二個我想 分享 就是 最近 有蠻多牧師喜歡 我們 把個安靜一下 大概 一分鐘 半分鐘 然後 他才 出聲禱告 所以那一段時間 失勤 欸 這假設有 他就要 他的 清酒和音樂 讓他 抹倒 或是說 告別事的時候 大家起立 抹倒一分鐘 然後他 他 他 所以那個 我的建議是說 不用彈太長 然後 牧師開始禱告 你就 他就 他就手了 等便不懂 讓大家的焦點 再回到牧師爐 倒到上面去 那 就 剛 提到一個 有這事情要有槓 來 首先原則大家 守住 我曾經遇到一個 大家不要猜是誰 那個 不曉得為什麼 那個告別事 那個 那個師匯 他說 大家站起來 末 不知道那天 特別天 我們站起來末島 三分鐘 三分鐘 我說完蛋 常常站起來 大家站三分鐘 哪有可能 我們 一分鐘是 極限 我們搞不懂 那天的事情 非常的難 一分鐘到 就結束 我們是在等著禱告 所以他化解了 那個可能的一些很尷尬 好不好 好 我分享這個 非常非常謝謝 菁縣長老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我也分享一下 剛剛說 如果碰到不熟的 認識的時候 那第一堂的時候 那個禱告時光的 電腦背景音樂 就不要 就讓師庭談 那我剛好也是引營同工 所以這個我可以負責轉達 那我想以後我們就這樣辦 但是 有的時候 請當今的師傭提醒我們一下 就是如果他要談 就告訴我們 我們就背景音樂 就卡掉 然後 我自己剛好也是 固定輪職第一堂師會 那其實 我師會在禮拜六的時候 我已經會準備 那我看到那個聖詩不會唱 我也有果然先練 因為 因為現在還蠻方便 我們現在新設施 我路上都會找得到 所以 我如果前一天師會 我發現第二天的師歌 我也不會唱 我就會先練 因為 就像大家說的 第一堂沒有領師 所以有的時候 師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下面如果沒有聲音 那就只有師會再唱 所以我也會勉勵其他的師會 可以做到這一點 謝謝 好 非常非常謝謝主題兄 那我們還是總結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是第一堂的師情 跟第二堂的師情 跟第三堂的師情的話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責任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要談的東西也是不一樣 那當然還有 剛剛監禁長老說的 可能有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 譬如追思禮辦 你也是要思情 那有大大小小是看情況 那當然 那婚禮的就一定當別人 其實婚禮你 你談怎麼樣大家都很高興 對 不會有人太覺得怎麼樣 但是很重要是禮拜 我們今天是Focus在禮拜裡面 那很謝謝大家 也都很認真的去思考 中間所發生的問題 那我們先不管我們之前 以前是怎麼樣做 那或許從明天開始 對 你在思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些思考 好好帶進去 那如果有人對你說一些什麼的話 你要趕快說阿嫩感謝神 千萬不能夠很垂頭傷心 我一直覺得我們能夠出來服侍 是我們的福分 是我們跟上帝之間的事情 那有人會給我們一些Advise 我們這樣講 那就是激勵你向上的一個動力 對 那當然有些東西你還是要聽 你還是要聽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呢 那我們很謙虛的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神的仆人 我們一直覺得是仆人 而不是你在那邊炫氣 你的鋼琴我多棒 千萬不能這樣 所以你要把你的音樂的天分 然後去帶給大家 他們來做禮拜的時候 能不能夠透過你的手指尖 透過牧師的講道 透過一些唱盛師 而他那天覺得很高興收過回家去 我想這個是思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那也很謝謝大家 那今天呢 我們就做了這樣的分享 如果以後還有什麼樣子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跟檢訓長老一樣做一些問題的提出 那我們以後也是可以繼續的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囉 郭老師有問題嗎 沒有 OK 那這樣我們請牧師 通牧師帶我們做個結束禱告 好 請要禱告 阿爸天父 我們客人真是要在這個時刻 獻上我們滿心的感謝 謝謝你賜給我們從你而來的恩賜 謝謝你給我們勇氣 知道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一個挑戰 確實要跟神體會到跟你一起同工的這樣的甜美 主耶穌也特別感謝你 今天也藉著我們的愛光張老 還有我們眾多思情同工們的分享的當中 我們也看見 我們要在我們日後的這樣的一個服事的當中 有什麼需要調整的方向 主要我們靠我們自己做或許很難 然而當我們知道 我們雖然是卑微的器皿 但是因著有你這樣的寶貝 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卑微的器皿也要發散出 那屬於神你的美好的同工 而且屬於神 你與我們同在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帶領我們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藉著音樂我們的服事 帶領他們來到你的面前 主要這是我們的忠心期盼 願神你讓我們在服事當中 所感受到的是 神你按著我們的手 扶著我們的心情 讓我們真是全然仰望你 也在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感受到的是 神你與我們同工 謝謝你再次 藉著今天下午的這個時間 有這些美好的提醒 是的我們要藉著耶穌基督 然後在耶穌基督的裡面 將我們所領受的這些的恩賜 不論是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手指所彈出來的 任何的樂器的聲響 主啊願祂都能夠成為美好的祭品 能夠呈現到你的面前時 神也寬然願難 謝謝 這樣祷告感謝 奉主耶穌的聖名 謝謝 今天謝謝大家 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還有好多事情 臨時有事實在沒有辦法來 所以我們有全程錄影 我們後面會做一點簡單的整理剪輯 然後會PO在教會的頻道 到時候PO上去的連結再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後面再複習一次也都歡迎 沒有問題 謝謝總理